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华山基金会的捐款是大幅减少 但是孤老的服务不能中断 日前板桥群英福伦社就号召了社员 支持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 同时为长辈欢庆父亲节 板桥群英福伦社得知因为疫情的关系 华山基金会的捐款大幅缩水 特别号召社员来到泰山关怀据点 支持爱老人中秋亮起来的公益活动 泰山区长林庆峰也特别来到会场 支持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大家还特别为参与活动的长辈庆祝父亲节 现场更是准备了DIY蛋糕的活动 希望长辈们都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华山基金会设有将近400个爱心天使站 服务大约3万名失能、失智和失忆的长辈 期盼更多民众一同加入关怀的行列 记者沈舟林锦鱼泰山采访报导